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如今,很多行业都在倡导互联网思维,传统外贸行业现今也在互联网思维对影响及作用下,在营销方式上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事实上,不仅是思维变化引发了反应,形势也在逼迫传统外贸企业转战互联网营销外贸订单的碎片化,互联网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外贸商机海量出现在互联网上,客户寻盘信息从移动设备,手机,平板等发送出来。 更多老外通过Facebook,LinkedIn,YouTube等社交媒体找到其心仪的中国工厂,小羽种网站实施新兴市场的本土化营销,并大胆尝试移动互联网营销。 现象,外贸企业越来越重视网络营销首番动力设备制造,上海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环保型柴油发电机组,移动灯塔机组和新能源灯塔的外贸出口企业。 年外贸销售额将近3000万美金,其90%以上的外贸客户来自互联网。 上海新股外贸多语营销公司的建议下,首番开始招聘小羽种外贸人才,搭建了小羽种的多语言网站,并利用西语、欧语、澳语、法语等语种进行Google推广。 此后,明显感觉到群盘质量提高了,承担率也增加了。 更可观的是,利润比传统英语市场也要高很多。 张总感慨道,现在互联网变化太快,首番一步也不敢落下。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2013年以来,首番又开始尝试通过移动互联网进行推广。 公司原本的英文网站在新股公司团队的策划下改版为符合智能手机、iPad、传统PC展示的响应式网站,客户通过移动互联网访问起来非常方便。 同时,首番还做了英语和西语的视频网站,抢在同行之前占领YouTube里的视频排名,并且通过社交媒体Facebook、LinkedIn等分享首番的专业知识。 专业视频已达到维护老客户。 开发新客户的目的、趋势,用小鱼种网站开拓新兴市场上海新股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后出现在互联网上的外贸商机只会越来越多,而现在利用互联网开发小鱼种市场则是大机遇,外贸企业要做好应对。 根据中国30多年来快速增长的外贸出口数据不难发现,中国外贸企业历来重视最多的是传统英语市场。 市场容量固然很大,但是竞争异常激烈,在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很多企业出现利润快速下滑,甚至出现大量亏损的情况。 此时,企业如果转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本身体量非常庞大,竞争较小的小鱼种市场将会变得更为有利,如营销成本,相对于英语市场来说普遍要低40%以上。 而且,从国家外交层面也不难发现,小鱼种市场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有了国家的顶层设计,这些市场对于中国的投资者来说将更加的开放,更利于中国人做生意。 该负责人说,互联网帮助外贸企业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把信息快速传递到老外眼前。 然而,能不能看得懂,成为彼此深入了解的第二个障碍。 因此,企业要搭建小鱼种网站,让老外觉得你的售钱服务做得很好。 正是因为还有很多人没有想通这个问题,小鱼种投放才拥有真正的机会。 当大家都明白的时候,小鱼种寻盘的质量和成本,估计跟英文的也没什么区别了。 上述负责人说,应对,建设多余,跨屏的营销型官网。 他表示,企业采用多余跨屏的推广解决方案,能突破单一英文推广的局限性,把网站推广到小鱼种市场当地去,并且新谷整合了跨语言沟通工具,可实现不同语言之间的即使互通。 更重要的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导致上网人群的浏览终端越来越多样化,屏幕的大小尺寸越来越多。 为了迎合这些浏览习惯,企业需要一个能带手机端,Pad端,传统PC端,甚至智能电视端,轻松浏览和分享网站内容。 面对这些终端,新谷的响应是网站技术能让网站智能化的去适应各种浏览中端的屏幕尺寸大小。 浏览者可毫不费力,包体验的获取网站信息。 上海新谷负责人认为,小鱼种市场的营销关键在于本土化。 首先,企业要搭建属于自己的小鱼种网站,因为小鱼种网站对于所有外贸企业来说,是重要的沟通窗口和母语宣传册。 并且,小鱼种市场的开拓在于本土化,如果连本土化的网站都没有,那么小鱼种营销的基础将不复存在。 而在建站方面,最好建立一个多语跨屏的兼容性网站。 这样一个域名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并覆盖众多渠道。 其次,外贸企业需要用本土语言的相关关键词来投放当地的搜索广告。 如利用俄语关键词在俄语系最大的搜索引擎, Yandex,入里投放广告。 利用西语关键词在西语市场,Google当地域里投放广告等等。 这样一来,更符合当地人的互联网使用习惯,营销成本最低,转化率最高。 据介绍,上海新股也提供搜索引擎营销本土化,小鱼种化服务。 此外,新股提倡营销社交化,视频化,将Facebook,LinkedIn,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营销与网站进行无缝的互动。 欢迎关注外贸行业第一微信号Safe News。 吕 脸子 惹起来 George